然后朋友们 可能很多朋友会讲 老师是不是 在这里朋友们 可能很多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周老师在这里通道破位了 破位了他在这里是不是就要跌下去了 是不是 那么这里其实就是我之前给大家所说的 大家老子的别一根筋 不要想到 这个通道破位了他就要跳水了 不会 他这个通道破位了 他只说明什么呢 他只说明这个运动状态 被打破了 其他不能说明任何东西 不是说这个通道破位了 他就一定要吓跳 不会 他这个运动状态破位了 这个通道规律不存在了 他有可能在这里继续维持新的状态 对不对 他在这里依然有一万种可能的做事 所以说对于破位 对于结果上的东西 大家不要太过于较真 不要一想到通道破位 震荡破位就立马去追 对不对 所以说就像我们的以前的通道也是一样 那么在这里的时候 通道震荡 对不对 如果他在这里震荡 突然有一天他也破位了 但是这种破位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想要的特征 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太一根筋的 一定觉得他会大幅跳水 那么他在破位出来之后 他只是说打破了这个震荡的运动状态 那么他跳下来之后 他在这里依然有很多种可能的走势 这都不一定 这都不一定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说朋友们 为什么说交易他难 就是因为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去做一个死的 宽定 他这种结构破位了 他又立马有可能 引变成另外一种 所有的结构上的分析 指标上的分析 他都有滞后性 只有他真正破位了的时候 你才知道 他破位了 对不对 你去做事情的猜测和判断 他都有一定的主观性 对不对 这是交易的难度 这是交易的难度 但是虽然说有这么难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在这样一个夹分之中 找到我们的高概率 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朋友们